泳池 马戏团 游戏中心 大海 这艘大船好厉害 阿尼亚有大冒险的预感 登上罗雷莱公主号的阿尼亚兴奋至极 但在罗埃德带她来到三等舱住所后 便瞬间体验了一次晴天霹雳的感觉 啊 阿尼亚好像不小心走进监狱了呢 不是这里 快走快走 装傻想要快速离开房间的阿尼亚被罗埃德拽住 随后躲进桌子底下抱怨冒险提前凉凉 还抱怨能住进一等舱的母亲约尔太狡猾 但在看到自己从没睡过的上下铺后 就又兴奋了起来 此时 约尔也在部长的引导下来到了目标面前 作为被保护对象的奥卡尔夫人 已经化名为夏帝并乔装打扮了一番 其后为小弟费希尔和雷则是伪装成了她的丈夫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约尔之外 部长还带了艾维和维德斯两名男子 他们也是市政厅的公务员 但并非花园成员 对约尔和部长的身份和真实任务一无所知 以为这次出差单纯是为了都市开发工作 彼此打过招呼后 约尔与奥卡尔母子一同回到了房间内 部长和护卫小弟则负责彻查一遍客船 护卫只留下一个人没问题吗 大家一起行动比较好吧 护卫小弟担心地询问着部长 他觉得无论怎么看都弱不禁风 人畜无害的约尔并不靠谱 部长则淡定地表示 约尔十分强大 可以放心将奥卡尔夫人交给他 而此时的约尔刚刚确认完房间的安全性 和奥卡尔夫人的身份 二人也顺其自然地聊了起来 奥卡尔夫人一边抱着儿子 一边告诉约尔 即使自己的容貌变得与曾经大相径庭 儿子也还是认得出 这应他感到十分神奇 随后又了解了去世的丈夫 以及黑帮的宿命 还说自己现在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他的话令约尔十分感慨 直到孩子的哭声打断了母亲的倾诉 那个 保镖小姐 我可以提个任性的请求吗 那场斗争发生以后 我们母子俩就一直被迫 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 我好想稍微透口气 自由地活动一番 也想让这孩子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对于奥卡尔夫人的请求 约尔有些为难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 随后便小心翼翼地开始探路 此举不禁让奥卡尔夫人 怀疑起了他的专业能力 毕竟这样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 才容易被人怀疑 于是约尔只好告诉奥卡尔夫人 自己戒备的不仅仅是敌人 还有家人 爸爸不赶紧完成探险 船就要沉了 被约尔戒备的家人们 此时正在船里闲逛 阿尼亚欢拖地进行着他的冒险计划 罗埃德则职业并发作 一脸严肃地思考 万一遭遇恐怖袭击 要如何应对 父亲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阿尼亚的话 让罗埃德突然想起了管理员 给他下达的好好休假的任务 于是当即决定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便向阿尼亚提议 一起去看表演 自此 克伦片第一喜剧人正式诞生 说回约尔这边 约尔将包括自己与家人关系 在内的很多事 都透露给了奥卡尔夫人 奥卡尔夫人则理智地告诉他 伏接妇女只是三等舱乘客 只要避开公共区域 就不会撞见 但即使如此 约尔依然不能完全放心 而这些心事 也没能逃过奥卡尔夫人的观察 你好像非常在意他们呢 但他们 不是你为了掩饰真实身份 而拼凑的家人吗 奥卡尔夫人的灵魂体温 令约尔顿时语色 不知如何回答 好在夫人儿子的哭声 中断了这个尴尬的局面 为了不让约尔被家人发现 奥卡尔夫人给他 换上了一身休闲装 二人就像两个宝妈一样 来到了甲板上 享受着和煦的海风 奥卡尔夫人 眺望着越来越远的地平线 自言自语般地说了一句 我把好多事物都抛下了 随后因为儿子打了喷嚏 而决定回到房间内 尽管约尔和奥卡尔夫人 刚认识不久 但二人已经建立了信任关系 约尔认真地告诉奥卡尔夫人 自己会全力以赴 完成任务 好好保护他们 奥卡尔夫人则向约尔透露了 儿子继承自父亲的名字 还提议让约尔抱抱孩子 开心的约尔一边在心里提醒自己 千万不要折断了孩子的骨头 一边伸手想要接过孩子 却不料刚刚还说不出 一句完整话的孩子 突然大喊不要 于是就此作罢 而关于刚刚奥卡尔夫人 与约尔的全部对话 都通过监听设备 与客船上的所有信息 一起传进了一个 拥有轮回眼的男子耳中 奥卡尔夫人的身份和位置 就此暴露